民国102年5月31日 立法院通过刑法 酒驾条款修法 将酒驾肇事加重刑罚 也下修酒厕职并纳入法案 酒驾一再肇事 使得无辜者丧命 身残 家破人亡 成了社会的议题 有人说就是不可以喝酒 有人说酒后不应该开车 是对大众开始说 我们会看到好的 坏的 会听到好的 坏的 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我不学那些坏的 这是一个开放互动的社会 法条不是约束我们 法条约束之法犯法的人 邂逅语 酒 令神经麻痹 失去判准 你喝酒上路 警察临检 提醒你 你不能开车 那种不认认识的 我希望你会教我的 他想见你 是对大量的 小学生 我成为人 是对大量的 我 我 门 我 我